居酒从阳街包括总统府、卫福部以及新北市政府 对于百岁人类都有准备了礼品来慰问长者 而在22号当天,瑞芳区长简华翔是分别拜访了区内三位的百岁人类 其中一位蔡林宝云是瑞芳老街偶遗的创始者 到99岁她都还在开甘马店用算盘来算账 因此也练就了头脑思路清晰,身体也相当的硬朗 今年瑞芳区共有三位百岁人类 在今天瑞芳区长简华翔带着由总统府、新北市政府、卫福部等单位准备的重阳敬老礼品 一一庆字送到百岁人类手上 给我们这位100岁,刚满100岁 我们的算法今年应该是101岁 这位长者来赠送我们总统府跟卫福部送的这些军手片跟敬老状 我们农安里里内有我们这么长寿的长者 我们也感到余有荣誉 阿姨,你告诉我,有一个有万一 有,有万一 谢谢,谢谢 农安里的百岁人类蔡林宝云民国四年出生 今年刚满百岁 蔡林宝云从22岁夹到瑞芳就传承婆家经营商行 另外她也卖刹冰 因为喜欢吃芋头 所以自行研发了芋圆当冰品配料 没想到配角变主角大受消费者喜爱 然后她就一直研发一直研发 一直试各种的材料下去混合这样 结果大概试了一两个月以后 她就把这个产品弄出来 就这个口感跟她的芋头的香度还保留住 然后她就推出这个产品 那时候其实就是 她只是大概一二十种的冰料里面的其中一种 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跟外面的人讲说 这个芋圆是什么特别 但是正常瑞芳人来到我们这边就知道说 要来我们家吃 就是要吃芋圆 高兴我们有这百岁人类 那宝云阿姨 她今年刚好是一百岁 那我们市政府跟那个气功所也 颁花了很多的那个奖状奖品 我们也以她为荣 有那个阿姨在 这个阿姨在我们荣安里是我们的光荣 后来因为房子翻修 所以生意停摆 十年前她的孙子蔡振健退伍回到家乡 接手经营芋圆店 而蔡林宝云则是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 直到99岁都还能用算盘记账 脑筋可说是相当的清晰 以前没有店名 以前就是里面的甘马店叫做郑村商行 对 然后我们以前 卖炒冰菜头肉 他们都 他们就都讲 古鸭子买炒冰的 古鸭子买菜头肉 对 没有什么招牌 没有什么店名 对 然后到 从我接手以后 我就用我奶奶的名字下去做命名 对 然后 我奶奶其实就是 她一直都保持的 就是 她的心态就是说 她能够 能够自己做 自己照顾生活起居 她就 自己都 自己来 蔡振健说 为了要纪念奶奶的辛劳 及对于老街的贡献 因此将店名命名为 宝云御园 直到现在 还是传承奶奶的好手艺 继续飘香下去 解诚为 瑞芳采访报道